最近消息看到台南麻豆监理站今天早上8点多 发生了玉瓣混凝土车撞人的意外 现场画面可以看到一辆大型的吊车 是把玉瓣混凝土车给抬起 随后果然发现车底下有女子倒卧在地 而且已经明显死亡 原来稍早前李姓男子开着玉瓣混凝土车 前来更换营业用车牌 却没想到一名56岁的郭姓女代办员 正在车头前面拆卸车牌 她一时不慎踩下油门撞上了对方 也导致这一名女代办员当场身亡 详细的事故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理清